佛告诉我们,心外无法 心外求法全是错了 佛称它为外道 心外求法,外道 佛法完全从自己修 从心里去求 求求 求怎么求法 把障碍觉悟的东西统统发现 齐心动念障碍觉悟 分别障碍觉悟 执着是严重的障碍觉悟 所以修行 修正我们的行为 我们齐心动念是心的行为 言语是可恶的行为 造作是身的行为 现在我们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全错了 那所以 出现许许多多错误的现象 这就是我们今天感官的宇宙 如果我们能守住圣人的标准 如果我们能守住圣人的标准 达不到他的境界 守他的标准 他的标准是 五能五常四为八德 我们能守住这个 那我们这个地球 就是太平 圣事 大家生活都非常幸福 非常美满 那要恢复我们的本能面目 那就得修复 把这三大律的障碍 全都放下了 回归到自心 那自心 就像慧能大师说说的 他是清净的 没有丝毫然 他不生不灭 他的本能 居足无量智慧 所以智慧不是从外来的 是自己本来有的 那无量才义 无量的能 无量向好 一样一样都是无量 阿弥陀佛所现的极乐世界 我们自己的自信 也能信 现出跟他一样 不必他 差一毫利 往生到极乐世界 是自信 净土 是自信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从哪来的 也是我自信 变现出来的 这个道理 要懂 这个道理 要相信 本能怀疑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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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